好了嗎 陳琳要不要講一下這個 皮膚怎麼可以好成這樣 剛才不小心碰到 跟電腦的屁股一樣那樣 很誇張 真的 我覺得還是要努力耶 真的是天底下沒有懶女人 我過去其實屬於懶女人系列 因為以前年紀小就會覺得有本錢啊 然後也不會覺得保養很重要 但是當25歲的時候 會有比你年長的姐姐們去恐嚇你 然後你就會覺得好像也沒有那麼可怕 但是漸漸的快要到30歲的時候 會發現出差別 真的會有 所以我就更加的在這幾年 非常勤快的保養 而且因為我是非常崇尚天然的人 所以我就是會 可能就是要辛苦賺錢 然後花時間去給阿姨按摩 對然後自己用的保養品 就是像專科這麼重視保濕 那我可能會用的量比較多一點 對就是要捨得 對所以就在這些年 應該密集的認真保養的時間 也有個四五年了 可是有好的保養觀念大概是從 二十五六歲開始 因為那個前男武士人的預告裡頭就有少女班 然後十年前你也是少女 那個臉根本就一模一樣 會不會困擾啊 很困擾 坦白說我上一次演十七歲 我很仔細回想是2003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是真的就是快二十歲而已 所以那時候演算是很合理 但是我在去年也就是33歲的時候演十七歲 其實好險我有好好保養 我在前男武士人裡面的十七歲 都只有遮黑眼圈而已 就是想要呈現皮膚真實的感覺 因為學生真的不可能化妝啊 還是說現在的學生會化 我不瞭解現在的學生 但是我們以前是 他們會化他們不錯 真的假的 他們都會 那他們會不會覺得我演得不下 可是 十七歲你的臉其實沒有什麼大的感 對其實還是要靠表演啊 就是眼神啊笑容什麼 其實很多東西要一起輔助的 但是本身膚質真的也不可以 讓這個角色歪掉 所以在演這部戲的時候 我其實也就更加小心保護我的皮膚 那你有沒有說到的秘訣嗎 因為橘子跟眼神都要回到十七歲 那你是用回憶式 還是說你有去catch到現在的年輕少女的模樣 現在的年輕少女 跟我們那時候真的不一樣 那我演的又是比較接近我那個年代的 所以我反而是看我以前訪問的視頻 我發現我以前講話的key比較高 而且偶爾真的會跑出娃娃音 真的超想打下去 但是那就是青春 所以我在演十七歲的時候 我會去揣摩以前的自己 但是當然個性還是不一樣啦 所以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就是必須要去發現就是十幾年 真的很難用腦子回憶 所以好險你們都幫我記錄了非常多 所以可以看到 所以你的音頻也要比較高一點 音頻要比較高 其實我有點 不良笑話的時候 所以我就是說他們沒有注意到 就是一點都不像 我才會在臉書上PO那個不良笑話的影片 順便讓大家回味一下嘛 對整個是完全不一樣的角色 反正因為戲還沒播 大家想像力比較豐富啦 所以沒關係 五月會有我的新廣告 也會有我的新戲這樣 所以那個音頻在高演完 就想說不是誰 就是自己嚇到自己幹嘛 導演都會一直拍手叫好 他就會說我的天啊 你真的每一次演十幾歲 你就會變成小孩 可是其實我不是刻意的 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變成那個裝扮 然後加上裡面的台詞 跟其他演員的互動 其實我們大家自然的就會 把那個年齡往下拉 對我們來說也是很大的考驗 因為大家都真的不是二十幾歲的人了 可是你真的因為他說 在男友面前不會娃娃 因為也是變回少女的 你剛剛說什麼 再問一次 就是你那個 你在男友面前了 沒有啦 你剛剛是不是一直有問題 那你每天花二三十分鐘 保養的步驟或是什麼 因為你剛剛有說 如果專科以後 換代言人家會很困擾 喔他們真的會很困擾 因為我就是很少人就是 天生眉毛濃 睫毛濃 然後就是很自然 這樣到底要逼死多少人 對啊你要逼死多少人 你演藝圈有那麼多好朋友 沒有一個人 真的跟誰能超越 他們其實是有差不多的 但是超越真的不好講 你剛剛有做前三名嗎 大概誰是你覺得 膚質跟你差不多 跟你一樣是女生 膚質嗎 對 膚質 我為什麼要推薦他們來 跟我講 那你跟誰不好好 你講不好的好了 沒有沒有沒有 我覺得其實 其實你 誰是第四名好了 這樣子 沒有 其實我現在整個很害羞 那保養內訣分享 我還沒回答完 他要講他要講 沒有啦 我其實真的覺得 我覺得藝人朋友都還滿有自覺 大家都很勤勞 那 所以我剛剛不敢說我一定是第一名 是因為我也沒有虧探過其他人卸妝的樣子 但我自己本身卸妝是偏向有點強迫症 我覺得必須要卸得超乾淨 然後 但反而洗臉不要過分洗得太久 可是我會願意擦保養品的時候 給自己跟肌膚對話的時間 怎麼對話 其實那種對話不是真的跟他講話 就是你要去感受你最近的皮膚怎麼樣 然後有時候可能我摸一摸就會發現 為什麼最近比較有一點點粗粗的 很奇怪就是那陣子真的就是在變天 有時候變天換季氣候等等 包含女孩子的生理期都會影響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你最近的皮膚怎麼了 你不可以不理他 你要關心他 那你的強迫症會不會去檢視每個 欸你這皮膚很... 對我剛才就想說 會不會想推薦藍震龍 藍震龍他皮膚很好欸 你跟他對戲的時候他比較明顯就是... 不是因為他天生的臉就是 從十幾歲就長那樣 可是他皮膚是很好的 對他皮膚 陳明媛幫他朋友想請問一下 最近你上直播 然後昨天媽媽有曝光 喔昨天直播 然後 你媽媽有曝光 我媽沒有曝光啊 最後肩膀吧 對因為其實我媽就是趴下 然後我朋友很誇張 還說他以為要我媽趴在地上 我說我怎麼可能這麼殘忍 就是只是讓他們... 讓他就是躲在沙發 因為他真的還是不方便曝光 所以男友都會看你幾個 小黑姐 不好意思 那陳林要不要講一下 他剛才有在微博po那個照片 說自己的臉想要渴男渴女 因為最近好像有一個小男生 很多人都說他是我弟這樣 然後其實那時候我都其實都沒有太注意到這件事情 然後我以為他們是開開玩笑或是什麼 或是把我批成一個男生之類的 然後後來我才發現喔他是一個真實的人 然後並且現在是還滿受歡迎的 然後大家就做了一個對比圖 然後我就覺得他很像我曖昧那段時間的樣子 因為我現在其實還是有稍微比較熟一點 但是他真的很像我 在小一點的時候 覺得還滿難得的 因為我真的其實沒有遇過太多跟我長得很像的人 好 謝謝大家 我們今天的問題可能到這邊 我也是今天才看到新聞的 但他之前生病的消息一出來 我就有立刻跟他說 叫他不要給自己壓力 然後好好休息這樣子 也希望大家給他空間 他皮膚也非常的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